这是启发 那说这管用吗 火候到的时候就管用了 就这么点拨当下领悟 所以禅宗的这些教诲叫积风 积是机关 风是什么呢 宝剑的风啊 很锋利啊 锐不可当 你根本没办法去捕捉 你手一碰就伤掉伤到了 你碰得再紧命都没了 叫积风 就是根本无法用常规思维去想象 心量大事 莫行小道 口莫终日说空 心中不羞耻心 那我们呢 来找一个下手处 这个下手处啊 就是心 尽量呢 不要人为的给他画格子 心量本来很大 我们算打听到了 心量本来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啊 大到没有办法再大 把那个大都撑破 这是心本来的面目 那么现在感觉心里面有很多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画了一个又一个的格子 我们呢 就在某个小格子当中 我们被这些狭爱的执着观念所局限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尝试着去打破这些执着的观念 这算我们有一个下手处了 否则 如果只是听一听 套用几句话 恰是凡人 自称国王 什么意思啊 凡人称国王 显然 这是名识不符 说什么意思呢 修行人 如果心 没有认识到 只是在言语文字上 去绕圈子 这个话 可能也说的没错 举个例子吧 那能大师也说了 本来无一物 我们也会说了 本来无一物 这就是 恰是凡人 自称国王 所以有很多人不服气啊 所以为什么呢 主师说那个话 他就能成为主师 我照说一遍 我就不能成呢 国家主席也说那个话 你也说那个话 会成为国家主席吗 虽然同样的话 两个人同时说 那两个人说这个话 意思都完全不一样 怎么能从言语文字中 去找答案呢 要心形 所以如果不能心形 忠不可得 非无弟子 这能大师说的 弟子的标准 就是认识自信 标准有点高的 这是讲般若 接下来继续解释 请看经文 善知识 何明不若 般若者 唐言智慧也 一切处所 一切时钟 念念不语 常行智慧 即是般若行 一念愚 即般若觉 一念智 即般若生 世人愚迷 不见不惹 口说不惹 心中常愚 常自言 我修不惹 念念说空 不知真空 般若无形象 智慧心即是 若作如是解 即明般若智 这是一段 更进一步 详细说明 般若 何名般若 般若指 唐言智慧也 唐 就是唐朝时候的解释 翻译成唐朝的话 我们讲翻译成中国话 能大师生活在唐朝吗 就是 中国人常常讲的智慧 但是你去翻翻词典 中国人对智慧的解释 那又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 是借用智慧 这个名称 用来解释 般若 一切处所 一切始终 念念不语 常行智慧 即是般若行 这里说般若如何用 行就是如何去用 一切处所 什么意思 这就是能大师后面讲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世间是什么呢 一切处所 现在也不例外 回家也不例外 从现在到回家的路上 都不例外 不管到哪里 一切始终 这是时间 处所是空间 一切始是时间 时空没有障碍 念念不愚痴 那什么叫念念不愚痴呢 常行智慧 就不愚痴 什么是常行智慧呢 念念不愚痴 不是没说吗 说了又说没说 我们会觉得 这好像真的是 再翻来覆去讲 其实啊 我们不需要想复杂 它就真的很简单 就像什么呢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旁边有个人在睡觉 现在给你个任务 你去把他叫醒 你是不是在旁边 跟他讲一大堆道理 等着他醒来呢 然后你给他解释 醒是什么意思 木字边一个词 来是什么意思 跟他讲 醒来多么重要 还是醒来吧 你还是过去直接 醒过来 这样更直接一点呢 什么叫醒来 不再睡了就叫醒来啊 多简单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居然认为 这很复杂 这不叫颠倒 叫什么呢 主师说的真的是直接了当 但因为我们的习惯 落在了言语文字概念中 真的就像 给你一个任务 你去叫醒一个人 结果怎么样呢 你拿着这个研究 叫醒的书在那边 给他念 还给他讲解 跟他说 醒来醒来 旁边一个人看烦了 你走开 大喝一声 醒来了 多简单的事情 什么叫醒来 眼睛睁开 不再睡就叫醒来 什么叫睡 你不醒来就叫睡 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这里所说的 没错啊 什么叫愚痴呢 没有智慧 即是愚痴 什么是智慧呢 不在愚痴 别无智慧 你还以为真有个智慧啊 就好像叫醒人一样 你以为真有一个叫醒人的法门啊 你随便把它喊醒就可以了 喊不行 打起来也行的 没有固定方法 反正醒来就是 佛说一切法 无非是叫醒众生 主师正是领悟到 这个秘义 所以横说述说 皆得自在 我们倒好在研究 叫醒的说明书 还怪旁边那个方法 那个人用的方法不大 你小心啊 你不要把他吓到了 吓到 岂不醒来更好吗 所以主师说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 什么叫直指人心 不绕完整 我们以为真有智慧啊 波日心经讲智慧的 讲来讲去告诉我们 什么都没有 以无所得过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醒来了 你那些叫醒的方法全是多余 这已经醒来的人是没用的 不过呢 他可以拿来去叫别人 对他自己来讲 对他自己来讲 那没用 拿去叫别人呢 都叫方便 般若智慧起作用 他就叫方便 我们讲善巧方便 某某人有智慧 你怎么知道呢 他做某件事情 看他做得很恰当 我们就说他有智慧 是这样去理解的 世人于迷 不容易理解 这里所说的 这个般若智慧啊 它的概念 实际上呢 不在迷 真的就是般若 般若在起作用 这叫般若行 以念于迷 即般若觉 迷 就愚痴 愚痴就是迷惑 这一念迷 一念于迷 就是般若 觉是什么呢 看不到 就像一个睡着的人 醒来是什么概念 对他来说叫做梦 只能这么解释 醒来是什么概念 做梦 他正在做梦 就他无法理解 什么叫醒来 一念智 即般若生 忽然醒来 般若跟着出生 什么叫般若呢 醒来即是般若 世人于迷 不见般若 口说不若 心中 常语 口说不若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拿着去 去给他念 什么叫醒来 醒来有多么重要 我解释给你听 你还是赶紧醒来吧 我们也用这个方法 给自己念 在梦中拿着这书 念念会醒来 醒来就是睁开眼镜而已 多么简单的事情 常自言 我修不若 念念说空 不止真空 这是提醒一下 学习般若智慧的人 不能执着任何概念 刚才都说了 连般若都是多余的 但是呢 常常会落到空的概念中 认为般若 般若真空啊 般若心经讲的 照见无蕴皆空 不就是空吗 叫一文皆义 连般若都不可得了 那空还可得吗 那所以说才叫真空呢 不知真空 真空不空 什么意思啊 不执着一切 不否定一切 所以 以前的祖师啊 在接引学人的时候 会问到这学人 所有的执着观念 都不起作用 那说那就无话可说吗 不会无话可说 到那个时候 这随意言说 皆得自在 不落痕迹 这叫大死而后大活 而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真的是 是寻着文字 在找答案 所以一个又一个的执着 观念 在我们心中形成 所以般若啊 我们就有了个般若的观念 般若是什么呢 智慧 智慧说什么呢 智慧照见五蕴皆空 空是什么呢 这就说到 一般人理解的 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 祖师这里说的 我修般若呢 念念皆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 而不知般若真空 真空 能生妙幼 不执着空 也不执着有 有同修说 这下惨了 没路走了 有路的 该怎么走 还怎么走 不得已 明之为忠道 什么叫忠道呢 两边都不执着 就按能大师前面说的 下手的方法 与一切人 善之于恶 进阶不取不舍 亦不染拙 就是在生活中啊 慢慢培养 这样一种心理习惯 是非善恶 心里面 不去取 也不去排斥 取是什么呢 取是拿来 放在心上 舍是什么呢 排斥 不愿意面对 反感 这是我们常用的 两种心理习惯 最后的染拙是什么呢 喜欢不喜欢的 都落印象 打包 收藏起来 时不时拿出来 晒晒太阳 跟大家分下 没事也拿来 弃弃自己 这就是我们 常用的心理习惯 先从这里下手啊 把这些习惯 调整一下 这算有个入处 般若无形象 智慧心 即是 你看这说法 妙不可言 都说了 般若无形象 那又说个智慧心 智慧心 长什么样呢 智慧心 亦无形象 若作如是解 即名般若智 能够这样 善巧的去理解 这算 懂得 什么叫 般若智慧了 懂得了吗 不懂 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呢 其实懂了 不好意思说 懂 我是懂得的 各位 我们先把这些概念放一边 懂与不懂 且不说 我们自己 这个心 在如何启用 倒是值得去关注的 我们不要老是盯着 会还是不会 懂还是不懂 明白还是不明白 先 关注自己的心 它在起什么作用 就是现在 它在起什么作用 认识自信 它在打妄想 它在创造 分别执着 谁让它想的 在这个妄想之外 是否还有个自信 这问题很有意思的 算是课后作业 大家慢慢去了解 禅宗说的 叫话头去参救 这是摩合 波罗蜜 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 讲波罗蜜 很好吃哦 继续看经文 何明波罗蜜 为彼岸 故号 波罗蜜 这一段呢 先解释 先解释 波罗蜜 这个名下 何名波罗蜜 我们现在有种水果 真的叫波罗蜜 此是西国语言 从西域传来的 我们现在这个波罗蜜 也是从西域传来的 唐言 道彼岸 翻译成中国话 就是道彼岸 按照印度语法 应该是彼岸 道 随顺中国人的习惯 说道彼岸 什么叫彼岸呢 什么叫道呢 解意离生灭 浊静生灭起 如水有波浪 即明为此案 解意 解什么意 我们说愿解如来 真实意 于是就开始 寻章择据 研究经论 试图从里面找到 如来密意 如来真有密意 也不在经文当中 如果有 全天下人都在找 早就翻烂掉 早就找出来了 那经为什么还留着呢 也没有离开经文 就是能大师 跟明上座说的 密在乳边 未辱说者 即非密也 都说这么明白了 还叫什么秘密呢 真有 说不出的秘密 在当人 自己这一边 所谓解 不是解外面的文字 而是解开 我们的固执观念 大家都在读经 同样一部经 好多人读 读着读着感觉 忽然明白了 怎么明白的 这经一下放光 让你明白了 怎么明白的 读到这个地方 某个固执观念 失灵了 不起作用了 自信 起用 忽然 有那么一点点的应感 是这么来的 所以愿解如来 不是外面那个佛 那如来是自信 结义 离生灭 认识到自信 就像刚才说的 不再盯着那个水鸥 那个小水泡不放 也认识到水是本体 水是没有生灭的 不要讨论生灭的事情 水泡有生灭 那是假的 这叫见到真实意了 真相 拙净 生灭其 如水有波浪 比喻就这么来的 拙净呢 你就看到那波浪起伏 一个浪一个浪不一样 波浪起叫生 波浪伏下去叫灭 如同那水泡起来 叫生 水泡破掉 叫灭 这是什么呢 灼净了 灼净就叫灼相 佛法常讲的执着 就是被外面的这个相 给左右了 集明为此案 好了 此案在哪里 这就叫此案 灼相就叫此案 那么相对的 离境 无生命 如水 常通流 集明 为 彼岸 能大师 能大师 在度我们 从此案到彼岸 前面先说此案 我们现在在此案 准备好了 上船到彼岸去 彼岸在哪里 离境 不再执着于一切 幻象 如何变化 分析都懒得去分析了 平常我们还分析一下 这些世界的承受 坏空 生老病死 怎样的 关注自信的人 他懒得理这些事情 所以叫直指人心 他不在意外面变化 找水的人 不在乎波浪 就这个意思 离境 无生命 你不要讨论生命的事情 这与生命无关 舍不生不灭的 简直多余 如水 常通流 这水 它一直常在 与生命何干呢 自信 与生命无关啊 这就 这就去到彼岸了 你看多快 集明为彼岸 就不再执着一切 外在的假象 这就到彼岸了 脚都不用抬一点点呢 当下即是 过号 波罗蜜 波罗蜜也翻译为度 我们讲六度啊 就是 常说的 此岸 凡夫 彼岸 圣人 中间 生死河流 这是个比喻啊 那么六度 那个度呢 度就是船 上船吧 把大家送到彼岸 这是比喻 我们真的以为 有条河 有条河就是 我们真的以为 有烦恼河 需要断 所以才那么费劲 要去解决烦恼 现在呢 为我们说清楚 烦恼 烦恼也就像那个波一样 刚才说的是外在的 大家可能还好懂 不要忽略 我们心里面起的任何一个念头 乃至严重的恶劣 执着 那也不过是水面上升起的一个小小的波浪 一个水泡 可怕吗 不认识的人觉得 哇 这浪很可怕 当下认识 就那个 就那个呀 他也是自信 全体都是水 所以 这真叫直接透快 当下认去 所以才说 地方都不用换 我们现在都会说 叫把握当下 现在这个话变成文学用语了 很多学佛人也在说 什么叫把握当下呢 把握当下就是 看自己的心 做好眼前的事 尽本分 大家都这么领解 事实上 当下认去自信 更无踏实 一切都是当下 这是彼岸 顾号波罗蜜 这就度了 解释这个名词 顺便呢 把我们度一度 接下来 进一步说明 继续看经文 善之事 迷人口念 当念之时 有望 有非 念念若行 即是明 真信 物此法者 是般若法 修此行者 是般若行 不修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自身 等佛 看到这里 善之事 迷人口念 当念之时 有望 有非 口念是什么意思 落在 落在言 与 明相 当中 例如 我听到这个 般若 波罗蜜 了 然后就把 般若波罗蜜 这个概念 放到心里去了 诸位 哪怕把 般若波罗蜜 放到心里 那也是一个 妄念 那也是 多了 一个概念 而已 不是放进去 就有 般若波罗蜜了 般若波罗蜜 这个概念 是为我们 说明 自信 真相 念念若行 是明真心 行是什么呢 从这个 名识当中 领会 他的义去 是明真心 物死法者 是波罗法 能够这样 领悟 这叫波罗法 智慧法呀 修持行者 是波罗行 这样去行 就是智慧之行 这个事情 无法 用任何 现象上的标准 去衡量 就某人 有智慧 怎么去看呢 你看不出的 我们要看得出 我们比他 有智慧来 那我看他 就不像有智慧 那些 贱性的大德 我们在这些 传记中看到 当时的人都认为 他们大概是 脑袋有问题 所作所为 简直不是正常人 他有时候 视线的 很怪异的生活行径 大家会觉得 你这人不检点 真不检点 当然也有 真不检点的人 但是 这些 贱性的 修行人 他没有 检点不检点 这一说 他的做法 常人无法理解 他会打破常规 举个例子 梁朝时候 有一位 善会大士 副大士 也是浙江人 浙江义乌人 弥勒菩萨化身 当来下身 当来下身 善会大士 佛门都这么称呼 与至公禅师 达摩祖师 号称三大士 这三个都是 级别相等的菩萨 这位善会大士 居士生 他的很多行径 大家就很难理解 有这么一天 进皇宫 梁武帝常常请 大士进皇宫 说法呀 我们说的这个 生作 经文翻一遍 扶持一拍就下作 不讲了 这个公案 原本来自于傅大士 梁武帝 请傅大士入王宫 讲金刚经 傅大士生作 金刚经 直接从第一页 先到最后一页 扶持一拍 下作了 梁武帝糊涂掉了 大士还没讲经呢 志工产生就说了 陛下 大士金刚经 讲完了 怎么说没讲呢 是梁武帝更糊涂 你们两个合伙 来忽悠我吗 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说法者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你叫大士如何说 这一天来 穿得很奇怪 头上戴着个道袍 这个道罐 道士戴着帽子 身上穿着 袖裁穿着衣服 脚上穿着 出家人穿着草鞋 梁武帝看到 奇怪 大士 这身装扮 什么身份啊 我们现在讲 什么情况啊 你是佛 是佛家的人吗 大士 直指头上帽子 你说是佛家的 这是道士戴的 那你是道士吗 直指身上衣服 袖裁穿的 那你是袖裁吗 脚伸出来 鞋式是合唱的 那一般人会觉得 这好像在搞怪啊 那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包括志工禅师 也常常有一些 常人匪夷所思的做法 大家怎么评论 与他无关 那为什么做这些呢 他在表演 教众生 不要在意这些假象 甚至还有些更离谱的 像慧可禅师 晚年 出入淫法 就武厅啊 祭院啊 他出入无碍 别人就说 你修行人怎么到这里啊 他就说了 我自调心 与乳合肝啊 所以大家就慢慢看 他觉得不对劲 奇怪 于是有很多人 照他的谣 最后举报官府 把他杀掉 说他妖怪 他说我是妖怪也没关系啊 说我妖怪就妖怪嘛 把他杀掉了 他知道 是正国的圣者 这也是夜报 他在视线 游戏也神通 但是后世呢 一般这种非常规的视线 不常用 偶尔还有 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的 也有 有人说有没有假冒的呢 假冒更多了 但是这些真正的 不着相的修行人 他是得自在的 至于假冒的 你不用担心 有执法人员会去办案的 这不是我们所考虑的事情 这是说 波尔行 你拿什么去衡量啊 没有办法从外表去衡量 不是说一个修行人 规规矩矩就一定有智慧 也不是说就一定没智慧 这要看什么呢 看他对这些外在的现象 是否还很执着 如果很执着 那是不明自信 但是标准降低 执着事项上修行 也算不错的修行人了 能大师这里的标准 不是一般修行人的标准 这是直指人心 最高的标准 最彻底的标准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不修 不修什么呢 不修的意思 就是认识不到 前面所说的 般若波罗蜜 即是自信 这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一念怎么修啊 我们要理解 一念就很短 修一下就成啊 这一念就是一念觉悟 一念觉悟会不会再迷呢 这里说的是彻底觉悟 好别 你叫人叫醒啊 你真把他叫醒了 他就醒了 那有没有可能再睡回去 也有可能 那是没真醒 一念觉悟自身等佛 明心见性 就入分正佛位 这个标准确实是有点高的 在这个概念上 下面所说的都成立 继续看经文 善知识 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谜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前念着境即烦恼 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 善知识 摩河波尔波罗蜜 最尊最上 最第一 无助无往 亦无来 三世诸佛 从中出 先看到这里 善知识 凡夫即佛 我们是凡夫 凡夫即佛 你说那回去可以印名片了 干脆叫妙印书来好了 凡夫即佛 能大师 限量境界 见众生佛性 我们现在听说这个事情 听说自信是佛 对境之照一照 还有我这样的佛 别急 就我们这样 也未必不能成佛 烦恼即菩提 这话就出在这里 不过大成经上 也常说这个教理 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 那这样说来 无烦恼可断 无生死可了 大成圆满教义 就是这么讲的 那有人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真相也确实如此 只不过呢 我们谜语假象 还是刚才那个比喻 如同水和波 水和欧的关系 执着地认为 这个水欧 就忽略水性 水性是怎样呢 水性是没有生灭 那个欧 就称之为烦恼 水呢 就叫菩提 你说说他们什么关系呢 那个水炮跟水什么关系呢 水炮即是水 这有错吗 没错吧 水炮即是烦恼 水即是菩提 水炮即是水 这公是成立 这是个比喻 那么现在直接回过来 作为 向内 回光返照 就是回光返照的这个注意力 那个心 当下即是菩提 要不然 他怎么能回得过来呀 你说这就是 你就在想这个就是的 那个念头 也是 别再到外面去找了 你说我还不知道呢 那个不知道的想法 也是 从这个地方 去认知 那有人说了 那这起恶恋呢 恶恋意识 那说这下就不管了吗 真认识到了 那恶恋意识一个水炮 善恋是另外一个水炮 都是暂时的 不去执着了 真认识到 就不再执着了 如果说 那恶恋也是 也是菩提 那就 随他吧 都是菩提 还有这个执着 那就没认识到水性 为什么呢 你落在向上 落在恶恋的向上 真认识到水性 真认识到菩提 自信的人 当下 没有烦恼这个概念了 很简单啊 认识到宝山的人 还会执着一块小小的钻石吗 更何况这个钻石 它现在 现在是用一种 用一种什么 用一种垃圾的状态 呈现出来的 就是恶力 烦恼 认取自信 烦恼 换了个名称 就叫菩提 这是跟大家说 方便一点 认识到的人呢 菩提 这个概念 也不直说 前念谜 即凡夫 前念是什么呢 刚才 就刚才 什么叫刚才呢 还没有觉悟之前 都叫刚才 前念不是前面一个念啊 没有觉悟就叫凡夫 后念悟即福 后是什么呢 后就是随时可能 所以达摩祖师啊 在离开之前 有交代弟子们 如等甚物 轻视 未物之人 就是你不要轻视 这些没有开悟的人 一念回光 即同祝福 那些大根性的众生 放下屠刀 他就立地成佛 所以觉悟的修行人 他不轻视任何一个生命 因为他也是这么觉悟的 他不因为看到 那个人很修行 而恭敬他 也不因为看到 那个人没修行 而轻视他 这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我们还是在那个 比那水泡 这个水泡比较好 相对可取 那个水泡比较差劲 我们忽略水性 本无差别 自己认识到这一点 自己将不再自卑 也不再傲慢 为什么呢 没什么可自卑的 佛性 上同祝福 为什么不再傲慢呢 没什么好傲慢的 那个地域众生 佛性跟我平等 我对他来说 有什么好骄傲的 所以认识自信 为什么能大师反复强调 不认识自信 真不知道从哪里学 学来学去都落在向上 有用吗 也有用 但事实上都在绕圈子 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种种修法都很勉强 一旦认识到 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忍辱也好 精进也好 禅定也好 礼敬诸佛也好 广修供养也好 何等自然 那都是自信流露 我们不得已说 应该这么做 所以认识到 这叫觉悟 自觉 前念谜就是凡夫 后念悟 即是佛 前念着境 即烦恼 后念离境 即菩提 前面说这个凡夫和佛 是身份的转变 后面说的烦恼和菩提 是境界的转移 其实境界哪里有转呢 当下都没有差别 这个事情如果不好懂 我们举一个生活中 大家可能有遇到过的 经验 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个人 然后我们对这个人呢 前后一秒钟的间隔 对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看法 在我们生活中 可能会有这样的遭遇 那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呢 刚一出现 我们以为他来陷害我 结果后来一下子 打听到他是来送钱给我的 那不是转优为席吗 这就类似于转烦恼为菩提 他还是他 但我们对他的认知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 取决于我们的认知 实际上应该说是觉悟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离境 后念离境即菩提 着境即是烦恼 什么叫离境 人说我明白了 我今天就回家收拾收拾 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离境 应该不是出国吧 我们现在讲出境 离境的意思就是心 不娶不舍 义不染拙 这叫离 什么叫离啊 就是那个镜子 镜子起的作用叫离 你看我们看镜子 镜子里面有我们的脸 实际上呢 镜子离我们的脸 他一点都不执着 我们现在呢 尝试着慢慢培养 这样一种习惯 在生活中 对所有的遭遇 不要太计较 完全不计较 还做不到的 那就先怎样呢 过了就不要计较了 比如昨天以前的事情 已经过了 就不要计较了 管他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日子好过啊 好的我想计较一下呢 回忆一下呢 你回忆回忆着 就回忆出烦恼来了 你老是回忆之前 更好的日子 你就觉得现在不满足了 回忆回忆就有烦恼了 那不好的人事遭遇呢 懒得去想 染污了自己的心 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有什么意义呢 用这些来说服自己 当下心安 从这里尝试着学习 事实上呢 事实上真的是彻底说的 无烦恼可离 因为烦恼即菩提 怎么离啊 只是认识不同而已 一念觉悟就叫做离 一念谜就叫做染 不得已这么说 善知识 磨合波罗蜜 最尊最上最第一 这总结 前面讲完了 磨合波罗蜜 这说的每一个名项 都是直指人心 所以你看印中法师 为什么一听能大师说法 就欢喜不宜 说能大师说法 不由文字 什么意思啊 所说不离自信 不是在研究 言语文字 名词解释如何 在做学术考究 不是做这些事情 直指人心 所有的概念 直向自信 磨合波罗蜜 最尊最为尊贵 最上呢 无与伦比 最第一呢 我们就会理解为 它最厉害 如果这么理解 还叫般若波罗蜜吗 有尊就有悲 有上就有下 有第一就有最后 明明这么说的 这么说 前面这一路下来 真理解了 什么叫最尊呢 一切皆是最尊 佛性最尊 什么最上呢 佛性最上 什么最第一呢 佛性最第一 除佛性之外 还有别的东西吗 没了 要从这里理解 如果落在文字上 认为 这波罗蜜 最厉害了 一切法中 波罗蜜最盛 经上常常有 这样的说法 说什么呢 五度如莽 波罗如倒 前面五度 就像瞎子一样 没有波罗智慧 都瞎了眼 言下之意 我们就理解 波罗智慧最殊胜 波罗法门最第一 很多学这个法的 也这么认为 学波罗最厉害 你们来学波罗 波罗最厉害 学到波罗还这么认为啊 这个最厉害 就没有不厉害 这个最尊 就没有不尊 如果是相对建立的尊 那就不叫尊 那是用言语文字去理解的 波罗最尊 什么是波罗呢 自信即是波罗 认识自信 这一切皆是最尊 那为什么还要加个罪呢 赞叹 是让我们认识到 自信的可贵 如此而已 如果认为还有高下 有高下 则有差别 有差别则不平等 这岂是波罗本相 无助无往 亦无来 无助 金刚经上说的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生其心且不说 无助 什么叫无助呢 无助 即是不执着 这样说 好懂一些 就是任何言语文字概念 不执着 境界呢 也不执着 因无所助 这样去用心 无往 往是什么呢 往对来 无往义无来 般若即是自信 自信本无往来 谈不上生灭 这都谈不上 三世祝佛 从中出 般若是佛母 佛门中 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 称为佛母 于是很多人就说了 文殊菩萨可厉害了 比佛还厉害 出生祝佛 我们都喜欢用看小说的这个想法 去理解 那般若佛母 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一切众生 所谓成佛 就是认识自信 本有不扔 这叫出生 如果我们真的以为 是一个母亲 生一个儿子 这样生出祝福 那又一文解义了 能大师是从哪里生的 他的智慧从哪里生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要离开这些言语文字 常规性的思考 三世祝佛 都是以般若智慧而成佛的 那般若从何而出呢 般若即使自信 当下认去 称之为出生 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 摩合般若波罗蜜 接下来能大师继续解释 教我们怎么修行 当用大智慧 打破五蕴烦恼成佬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便三读为界定慧 先看到这里 这一段呢 或许我们比较容易学习 当用大智慧 当用大智慧 打破五蕴烦恼成佬 五蕴色受想行识 身心啊 成佬就是烦恼的另外一个说法 就像桌子上有了灰尘 就看不到桌面的本相了 劳呢 是劳碌 有大智慧呢 却把烦恼打破 诸位 这样说我们可以懂了 我们常讲的就是打破烦恼 就像那个水上水 水泡啊 我们现在找不到水在哪里 怎么办呢 给你个锤子 把水泡敲破 水泡敲破 这个是水啊 这样或许能理解了 这都是不得已啊 最为方便 为我们启发 如此修行 定成佛道 那我们就从这里修 便三读为戒定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三读就是贪嗔痴 诸位 能大师这里说的 是变哦 变是什么意思的 就像孙悟空一样 摇身一变 变成观音菩萨了 那三读摇身一变 变成戒定慧了 那你说了 那三读本质还在呢 没错的 因为三读体性 极是自性 你如何让它消失呢 就像那水泡一样 水泡全体都是水 你说让水泡怎么消失吧 它消失的还是水啊 它消不消失都是水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觉得 那水泡一样是太烦了 打碎它 只是这样而已 我们现在觉得贪嗔痴 是烦恼 是困扰 怎么办呢 先把它打破 转烦恼为智慧 从这里学习吧 试者 贪心转化为不失 称心转化为忍辱 鱼痴转化为般若智慧 从这里转啊 就是把那个水泡啊 给它化妆一下 化妆的我们感觉可以 这就叫变三毒为界定会了 名称换一下 烦恼转为菩提 有受用哦 将不再被那些烦恼困惑了 我们现在就从这里修起 转三毒为界定会 先到这里告一段落 接下来能大师 有更精彩的论述 处处都是只归置信 今天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